2024年开以来 哈马斯与以色列战事升级 红海地区持续升温 塔塔尔介入哈尔充当调停者 背后是什么算盘 伊朗力挺哈马斯 哈马斯却被刺伊朗 是何缘由 内塔尼亚胡坦言 以色列可能要与哈马斯展开一场 为期一年以上的战役 难道以色列不行了 进入到2024年 曾经大规模开战的两个区域 俄乌和哈尔目前都是开启了不同的模式 内塔尼亚胡向媒体坦言 以色列可能要和哈马斯展开一场 为期一年以上的战役 为此以色列将摧毁 哈马斯的基地和地下通道 展开暗杀哈马斯高层等一系列的活动 有传闻说 以色列仿佛是堵上了国运 会陷入到长期的无解战争当中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中东各方势力也都蠢蠢欲赌起来了 目前是明的暗的都参与进来 在网络信息中 对于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报道 有一些不寻常的地方 其中有几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在关于双方的和谈上出现了一个国家 卡塔尔 传闻卡塔尔不光是调停者 还是哈马斯的背后资助者 而此时 红海出现的乱局 又一个国家频繁露出在新闻报道中 那就是伊朗 同样有消息说伊朗帮助哈马斯是为了给苏莱曼尼报仇 这些消息说是真是假 我们先看一下关于卡塔尔 如果你了解这些中东问题 那大概就会知道 埃及其实一直都是调停者的一个身份 出现在中东危机的谈判当中 而这一次不一样的是呢 有卡塔尔参与进来 12月25日至26日之间 国际多家媒体报道 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代表 先后前往埃及进行和平会谈 在路透社的报道中 提到了会谈的一些细节 其中就包括 以停火换取释放更多人质 哈马斯要面对全面改革等议题 但最终的结果是 谈判破裂 如果按照调停方给出的条件来看的话 哈马斯将放弃加沙地带的控制权 以换取于以色列的长期停火 同时 伊方将保证 不会追捕和起诉哈马斯领导层 就这一点 多少有点开诚投降 换取交枪不杀的意思 要说哈马斯能参与和谈 是因为卡塔尔和哈马斯关系匪浅 哈马斯给卡塔尔面子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从和谈的条件来看 还真看不出来 卡塔尔是有力挺哈马斯的意思 关于哈马斯和卡塔尔的关系传闻 有网友发帖文说 这张图显示的就是 躲在卡塔尔的哈马斯高层 图片上也有哈马斯高层的 文字字样 将图片进行搜索 我们并没有溯源到图片的出处 这张照片我们没有溯源到准确的信息 但是不难看出呢 以目前恶劣的哈以关系来说 以色列都是已经放话 说要暗杀哈马斯的高层了 那么哈马斯也好 卡塔尔也好 把他们这些高层 曝光在外界的视野当中了 那就在网友纷纷地讨论 猜测之余 一条贴文说 在卡塔尔的就是哈马斯的重要人物 哈尼亚 2024年1月1日 中文自媒体当中有一条提文 称哈马斯的头目之一 哈尼亚就在卡塔尔 我们随即对哈尼亚的行踪展开了调查 在哈尼亚的社交媒体账号上 最后的发帖时间是2023年的11月14日 但是没有提及它人在何处 我们再次搜索互联网中的信息呢 发现一个犹太人的新闻网站 有一条信息点出哈马斯的三个高层 已经离开了卡塔尔 其中就包含了伊斯梅尔哈尼亚 但是有这条新闻的网站呢 有个古怪的地方 消息没有显示出发布时间 我们只是在搜索引擎栏中看到了 是五天前发布的该文章 时间会追溯到2023年的12月29日前后 哈尼亚的行踪 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但是哈尼亚在卡塔尔曾经出现过 绝对是有迹可循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那哈马斯在多哈有一个办事处 2012年在卡塔尔的支持下 哈马斯在多哈设置政治办公室 旨在与美国以色列的国家保持沟通 有消息显示 伊斯梅尔哈尼亚和哈马斯的前领导人 哈利德·梅沙尔在内的几位哈马斯官员 定期会在多哈逗留 2023年 哈以冲突爆发后 美国要求卡塔尔驱逐哈马斯领导层 以色列也声称将追捕 并杀死在世界各地的哈马斯高级领导人 同时 以色列向卡塔尔提出要求 将哈马斯的领导层从卡塔尔撤出 看来哈马斯和卡塔尔的关系 确实有几分微妙 但是还有更多的说法 也在透露出两者之间 还可能存在另外一层关系 那就是 哈马斯之所以能够持续和以色列对抗 背后的金主就是卡塔尔 从汉语冲突开始 就有传闻说哈马斯的底气来自卡塔尔 源源不断的资金输入到哈马斯 CNN曾经报道说 卡塔尔累计给哈马斯超过了3.6亿美元的资助 NBC新闻报道 卡塔尔在2012年至2021年间 向加沙提供了14.9亿美元的远注 说起哈马斯的资金往来最早来源 埃及募修会 但是随着政治局面的变化 埃及和以色列对加沙进行了封锁 哈马斯只能靠外援从活 有消息称 沙特早期也资助过哈马斯 基本是支持了哈马斯一半的资金 但是后来在美国的施压下 沙特无法援助哈马斯了 卡塔尔开始接棒援助哈马斯 并且从2006年起双方有了接触 卡塔尔在后续的时间中 陆续注资哈马斯 并且通过三个渠道完成 分别是直接的资金援助 各国对巴勒斯坦同情者的援助 以及卡塔尔通过天然气 得有人支付 这个东西不是个秘密 所以卡塔尔支付哈马斯公务员的行酬 支付哈马斯对加达地带管理的公共事业的费用 这是公开的事情 这个并不是秘密 在资金援助这方面来看 卡塔尔可以算是哈马斯的真朋友了 但是调诡的地方就在于 媒体的报道当中说 卡塔尔在公开场合表示 他们和哈马斯所有的往来 以色列和美国都是知情的 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玄机 其实这个背后隐含着是以色列的谋略 所以为什么人们说 哈马斯之所以能壮大 实际上和以色列的扶持 纵容和默认是密切相关的 那以色列为什么要纵容默认 或者扶持哈马斯成长呢 因为以色列要在巴斯坦内部制造分裂 所以从巴斯坦内部的分裂来讲 其实以色列是很得手的 所以哈马斯的壮大 导致了哈马斯和法塔赫 哈马斯和巴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分裂 那么哈马斯在2006年赢得大选之后 当然法塔赫不愿意放弃权力了 而且美国以色列也不愿意把权力 巴斯坦的权力交给哈马斯 结果导致2007年 哈马斯和巴斯坦民族权力提高 哈马斯和巴塔赫公开绝联 哈马斯和巴塔赫赶出了加勒地带 那么巴塔赫把巴塔赫赶出了越来越前 所以新生了巴斯坦 哈马斯和巴塔赫一架控制一块 这样子分裂的大分裂的局面 所以这个背后实际上是有 以色列的谋略在里面 看到这儿呢 感觉这个卡塔尔有点在这波操作当中玩无间道 那么就在2023年12月25日前后 结束的和平会谈商讨当中 哈马斯拒绝埃及提出的停火协议之后 卡塔尔又一次从中斡旋 2023年12月31日有媒体报道 以色列已经授权摩萨德负责人推进卡塔尔提出的停火协议 该提议包含了交换人质 释放加沙的数十名俘虏 换取以色列扣押的巴勒斯坦人 以及持续数周的休战 卡塔尔表示 哈马斯不再要求完全停止战争来推进协议 目前该协议还在进一步讨论中 值得注意的是 早些时候双方在是否全面停战的条件上 并未达成共识 事态又经历了一次反转 2024年1月2日 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萨利赫阿鲁里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遭以色列无人级空袭身亡 他是在新一轮哈以冲突爆发之后 死于以军之手的哈马斯最高级别官员 这一突发情况 似乎让有和谈趋势的哈以双方关系更加紧张 新华社1月3日发布消息称 哈马斯消息人士说 哈马斯已通知卡塔尔和埃及等冲突过旋方 冻结于以色列的任何谈判 加沙的局面也在朝着更恶劣的方向走去 因为卡塔尔仍然在努力 埃及仍然在努力 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只要谈就有可能 以色列在发动攻击之前 确立了两大目标 一个是铲除哈马斯 一个是解救所有的被扩养人员 在此之后呢 以色列总理还增加了一条 就是要确保加沙地带未来 不对以色列构成危险 当然这三个目标中 第三个目标取决于前两个目标 如果前两个目标实现不了 实际上就没有第三个目标 但是迄今为止 以色列的两大目标 还相距甚远 标出达到 铲除哈马斯 越来越多的人 包括以色列国内 认为是不可能完成了目标 所以以色列才要 坚持实现这个目标 那当然就准备长期作战 BBC1月13日发文称 以色列总理表示 根据新协议 将向加沙人质运送药品 但是文东提到 运送尚未开始 目前尚不清楚药品将如何运输 哈马斯高级官员 在1月13日表示 部分药品将用于治疗被扣押人员 如果说卡塔尔对哈马斯的支持 还带着些许的暧昧不清 我们再来看伊朗 算不算是哈马斯的老铁了呢 2024年1月3日 伊朗科尔曼市 在纪念苏莱曼宁 逝世四周年仪式上 连续发生了两起炸弹爆炸事件 造成多人伤亡 伊朗称 这两起爆炸 全都是恐怖袭击事件 于是伊朗全国开启了愤怒模式 剑指以色列是幕后的真凶 此时有些看热闹不间事儿大的网友 说哈马斯以色列的战争 不管谁是输家 伊朗必定是这场战争的赢家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伊朗支持哈马斯 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开始 就已经初见断尼 媒体各种报道 哈马斯的部分武器就来自伊朗 《以色列时报》 在2023年12月27日报道说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 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2020年 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 遭美国暗杀而采取的报复行动 这个苏莱曼尼来头不小 号称伊朗的间谍之王 伊朗革命卫队司令 有着极高的领导能力和出色的情报侦察才能 苏莱曼尼也是伊朗军界的实权人物 是仅次于哈马内伊的存在 就是这样一位颇有能力的强硬派代表人物 才使得美国一直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必除之而后快 2020年1月3日 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 苏莱曼尼被美国无人机袭击身亡 对于苏莱曼尼的离世 伊朗国内民众悲痛一场 德黑兰宣布全国哀悼三天 苏莱曼尼还被伊朗追授为中将军衔 苏莱曼尼之死在当时是触动了伊朗的敏感神经 现在伊朗帮哈马斯打以色列也比较合理 那有消息称呢 伊朗私底下也在支持野门的胡塞武装 最近因为胡塞武装 红海地区的战况已经是让以色列和美国头痛不已 那么伊朗为什么要这么干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 2023年12月25日 在以色列对叙利亚大马士革附近的一场空袭中 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塞伊德拉奇·穆萨维死亡 穆萨维是伊朗最高级的革命卫队特工之一 在伊朗与其盟友国都具有较高的声望 他还曾是苏莱曼尼的助手 穆萨维的死亡再次引发伊朗的愤怒 伊朗威胁以色列称 特拉维夫必须为第二个10月7日做好准备 这次的事件正好又发生在苏莱曼尼被暗杀 四周年纪念日的10天前 薪酬就恨的叠加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拉马赞·谢利夫 在媒体上直言 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 是杀害卡西姆·苏莱曼尼的报复之一 就在大家都认为伊朗和哈马斯 是捆绑在一条战舰上的时候 针对伊朗为了苏莱曼尼报复以色列的言论 哈马斯却连忙出来否认 不是 伊朗支持哈马斯难道是一腔情愿吗 所以在10月7日发生这件事情以后 伊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 公开表态支持哈马斯 赞扬哈马斯行动的国家 所以伊朗不掩饰它的立场 因为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 为什么命名为阿克萨洪水 它是由于以色列这一届政府 就是说从去年12月30号成立以来 在不断地挤压巴勒斯坦人 在约大河西岸的深层空间 不断地扩建犹太已经几天 不断地挑战东耶路撒冷 特别是伊斯兰圣地的神圣的底线 所以从哈马斯的视角来看 它不是为别人而做的 对吧 那么从伊朗来讲 它说是对苏莱曼尼 这个预示的报复 也有它的道理 因为从伊朗的角度来看 那当然伊朗支持哈马斯 哈马斯发动了这样的行动 在伊朗眼里 当然是对苏莱曼尼的一种 暗杀的一种报复 当然双方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哈马斯不会把我这个行动 是为了别的地方 为了别的国家 为了别的人 我这个行动是为了巴斯坦 它这是开中民意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双方的视角不一样 见证梳理到这儿呢 不管是卡塔尔也好 还是伊朗也罢 我们总感觉 这两者对于哈马斯的支持 其实都不那么纯粹 难道围绕在哈马斯之边 就真的没有纯友谊了吗 我们现在再去看 野门的胡塞武装的强势介入 那么哈马斯的另外一个支持者 黎巴嫩真主党 现在也是出手相助了 他们在冲突当中 站在哈马斯这边的目的 又会是问了什么呢 黎巴嫩真主党是黎巴嫩最大的政党之一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和中东地区的政治重组 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关系 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尽管在某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但是在本轮哈以冲突当中 黎巴嫩真主党从一开始就力挺哈马斯 自2023年10月7日哈以冲突以来 真主党领导的部队几乎每天都会袭击 边境沿线的以色列社区和军事哨所 11月22日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房屋进行空袭 导致该组织的五名高级战斗人员死亡 第二天11月23日 真主党立刻展开大规模回击 向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哨所发射了50多枚火箭弹 而真主党表示该行动正在缓解加沙地带压力 12月28日 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起了最大一次规模袭击 对北部城市什摩纳造成破坏 并发射了约50枚火箭导弹 以及两架无人机 哈以冲突的外议效益将中东乱局再次推向了高潮 对于这场战争的结局内塔尼亚湖是不是还像一开始一样有信心来消灭哈马斯呢 最近以色列媒体报道了一件战场上的小事 管中溃报 我们似乎读出了一点以色列方面对于这场战争的无奈 2023年尾牙之际 中文互联网中就传出这样一条消息 一名以色列男子冒充士兵 趁乱偷走了武器被捕 此人还嚣张到和内塔尼亚湖合影 经过搜索发现呢 以色列时报在2023年12月31日晚上的9点02分 报道过该消息 文中指出该男子被捕的详细情况 那我们也找到了该媒体的原始报道 报道称 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当天上午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 提起针对该市35岁居民罗伊亚法拉赫的起诉书 他被指控冒充战士和警察 起诉书冲亚法拉赫盗窃南部战区的弹药和军备装备 文中还配有一张图片 文字说明是亚法拉赫被指控冒充战士并盗窃武器 并且还记录了与内塔尼亚湖总理一起携带武器 对于这些被盗武器也有公布 偷盗武器也就算了 还公开和内塔尼亚湖合影 这就属于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了 但是对于内塔尼亚湖来说 恐怕还有更现实的难题要面对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以色列均在1月1日证实 将从加沙地带撤出数千名的军人 此举可能会在打击哈马斯行动方面 转入低强度长期战斗做准备 那么从2023年11月中旬开始 也有消息传出 以色列靠借债在打仗 作为美国的盟友 世人眼中的以色列财力了得 而且还有美国的大军主在背后 内塔尼亚湖真的需要借钱打仗吗 内塔尼亚湖说要和哈马斯打一年 会成为现实吗 经过搜索我们查询到以下的信息 英国金融时报在2023年的11月18日 发表了一篇题目为 以色列举债60亿美元 为应对哈马斯的战争提供资金的文章 文章中说 以色列已从国际债务投资者那里 筹集了超过60亿美元 其中包含发行三笔新债券 和六次现有美元和欧元计价债券的增发 共筹集了51亿美元 在11月 以色列发行了四年期和八年期的债券 其票面利率分别为6.25%和6.5% 远高于标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并且通过一家美国实体 筹集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 战争的损耗可以说是一个无底洞 就连美国和他的盟友都无法持续支持乌克兰 虽然以色列也有美国的援助 但是现在来看也是背水车薪了 有网友大约给以色列算过一笔账 说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发射的5000枚导弹 制作成本约500美金一枚 但是以色列利用铁穹防空系统拦截一枚导弹 就需要4万美金 以色列对加沙进行地面攻击的时候 一辆梅卡瓦坦克450万美金 据说有几百辆这样的梅卡瓦坦克被哈马斯摧毁了 以色列军人目前约有40万人投入到作战当中 如果出现死亡的话 补贴每人次就有将近70万美元 当然这些都是网友们随机的计算 虽然没有官方的明确损耗数字 但是这些细节如果我们去算一算 也是触目惊心的 中国有句俗话 就是穿衣吃饭看家底 有消息传出以色列不光是借钱来开源 也开始在内部截流了 以色列时报2023年12月25日报道 以色列财政部建议关闭10个多余的政府部门 以弥补战时700亿新谢克尔 约20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 除此之外 财政部还建议通过取消汽油补贴 提高卷烟税 以及进一步对高级学习奖学金的福利征税 缺减50亿新谢克尔 约14亿美金的联合基金 同一天彭博社报道 据以色列财政部称 针对哈马斯的战争愈演愈烈 以色列在2024年将需要增加至少300亿 新谢克尔约83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以色列坚持下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现在在10月7号之后 以色列国内的民意 可以说是通筹抵开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要确定铲除哈马斯 消灭哈马斯这样的目标 因为这个目标是以色列民众的心理所想 心理所向 以色列在不停的时间段 从10月份 这个军事行动开始 到11月份到12月份 一直到现在 不断地在讲 我们已经控制了加拿大地带的北部 但事实是控制了吗 一直到今天 也没有控制 那么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的武装力量 仍然给以色列的军队 造成与日俱增的伤亡 以色列控制了吗 显然而易见是没有 但是他不得不在不同的时间 不断地表现出 我已经取得进展 他实际上国内他是需要有交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政府不能说 我不要这个目标了 这交代不了 那么要继续向这个目标努力 那当然就得需要时间了 再加上 大家要知道 现在以色列国内对政府越来越满 要求内坦尼亚湖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按照内坦尼亚湖个人的政治前途 他个人的命用和利益来讲 那么他希望这次的冲突没完没了远续下去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以色列的现在这种做法 虽然美国精心合伙 但实际上和美国的利益越来越相悲 美国不愿意或者担心扩散到整个地区 扩散成地区战争 美国不愿意过多的封心于目前这样种局面 因为他要集中精力搞大国竞争 这是众所作的 所以以色列在内外压力下 他不得不做出调整 中东的这场博弈究竟谁会是赢家 我想没有谁会是能够在一场战争当中 成为真正的赢家 我们看到的是加沙和以色列的平民 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看到的是被炸毁不成样子的城市 未来人们该如何重拾生活 将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也许战争会分个胜负 但是伤害是已经造成的 谁都不能够独善其身 新闻见证组感情的收看 下期再会